在表达自己文化的时候 其实中外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是什么 以人为本 什么东西能打动人 人本身能打动人 不是物能打动人 是人才能打动人 就是你能把这个物背后的那个人 揭示出来的时候 它才能打动人 我们现在讲东西问 其实这个东西问的主要矛盾 不在我们这边 其实是在西方那边 因为西方的文明 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一点的话 我觉得梁鹤连先生讲过一个观点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西方它是一种唯一针 它的针是唯一的 这个东西用在科学上面挺好 是吧 但是如果用在人文上面的话 就非常狭隘 我们现在是可以把文化拉出去 但是人家能不能接受 因为它是唯一针的话 就是我这个文化最好 那你这个就不好了 是不是 这个要让他们接受这种文化独样性 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不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 可能是一个硬实力的问题 就是国家发展了 人家就开始认同你的文化 然后你的文化传播 也就比较容易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